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看第三场 就是今天的国际三级赛王太后纪念杯 是2,400米屠城的赛事 高冬尼玛防得一只只只只起连其身 这场大热门 开飞2.4倍 到开跑的时候2.2倍 潘顿头两场赢了马 这场英雄有过关飞 由4.4倍下距2.8倍 不过之后回回很多 上去5.6倍 其余的马匹当中 大摩马房任我行 由蔡明少骑的6.2倍 由莫雷拉奇的9倍是3.1倍 第三场 2,400米的三级赛王太后纪念杯 出马5匹 一起步的时候 出得快一点 内档那边是9宝 外档那边任我行 中间起连其升 红黑键那一匹是英雄 最重磅就是他 暂时殿后起连彩星 5匹马也是要留到最尾 跑了大约200米 前面带头 任我行都猜到 因为这场马大部分的马 都是要留后 他可以放前走 结果是他带头 英雄也要跟着第二位 突破第三个匹 是起连其升 然后九宝出闸快 拖回第四 暂时殿后也是他 起连彩星 过了第一次中点 一字长射阵 好 去到马房弯的时候 前面任我行 没有马逼就慢慢带 头段慢到走 26秒43 带得很轻松 接着他是英雄 首尾第三 还是起连其升 过了几码位之后 九宝 接着包里还是起连彩星 头尾马 是这五匹 距离都是五个码位 好 去到对面 差不多到14米 起步点的时候 第二段快点 25秒1 带头的仍然是任我行 过了几码位之后 英雄 接着过了几码位之后 四位黄衣红咒九宝 包紧尾仍然是起连彩星 暂时大家都还没动手 因为长途赛 现在大约都是跑了一半途程左右 好 见到的12米牌 这就是12米起步点的时候 前面带头是任我行 这段还带慢一点 25秒77 首尾大位就是英雄 留意 这场四匹马是大摩 得值起连其升 指三个匹是高东来 这道想走 一走之下 英雄就见你走 走出去顶一顶你 任我行见你两只上来 所以五个马转弯的时候 居然起连其升是走三叠 跟着那一队 见前面的走自然都骑 就是起连彩星拍着九宝 入弯这段的时候 步速突然加快了很多 好像跑拉斯 带头 虽然英雄起连其升在外面 好像带出了多少大任我行 摔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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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下摔下摔过他们 走出去的时候 还有一只九宝 暂时起连彩星在包围尾 差不多入队最后直到的时候 撑得两顶之下 任我行仍然霸着 难带头 反而在外叠走两只 他比赢了英雄 喜连其升好像用力 這裏都有點散散 我當上來就是九寶 喜連彩星 賀冥年第一次其實都不太熟悉 是一個頭鵝鵝 但也有點追勁 最後二巴馬的時候 前面任我行 雖然他是均速的 但他沒有轉躍 還帶著過幾馬位 九寶上來了 雖然輕綁 但衝了一段又不厲害 後面喜連彩星都被人越拋越遠 過樽結果捧今屆黃太陽紀念杯 是任我行 第名九寶 第三名喜連彩星 第四名喜連奇星 基本上這場馬 一個馬房出四隻 你計算得到的步速 這樣就很容易搞 那二喜連奇星 其實老實說 一打一也不一定贏 還要一打四 不是,他有問題 他試過放前面不好 不行,他原來沒可能這樣走 但你放到最後又很吃虧 他們不會做步速 讓你慢慢追 別人四隻馬在這裡 其實一開一閘之後 前兩隻、後兩隻 你在中間 其實這是最難的 我想如果你好像馬會以前 有一個模擬賽事程式 你設定不同的步速 可能是不同的 因為這場賽果都可以 萬步速當然是放頭著數 不過都不會快步速 別人四隻把你一隻 你是後追 後追最好的 其實嚴格來說 是入銀溪彎那段 是最快的 是那段快的 見你上來 就大家都知道怎樣做 他都難搞的 留到後又怕萬步速 但是放前又不是他最佳爆發 其實夾中間也不好 因為前二後二實看著你 怎樣都搞不定 所以說那些場賽果 不過他怎樣都不會是熱門贏 通常出馬小的場合 所以買熱門 大家真的要想過度過 凡是馬小場合 歷年來都是這樣的 何況這些那麼尷尬的形勢 而且這些路程真的太少 二千四 又很難再拿海外戰績 來做個對比 其實沒甚麼效的 其實沒甚麼效的 不過其實你看 他在對面席路這一段 他已經拿出來 就是他都怕小馬都運 但又未必適合他那個 但是你這麼急拿出去 就引起注意了 他最初用軍足在前面跑 跑就不好 一直都贏不了 贏了一場就突然留後追 就是喜倫其聲 其實贏了兩場馬 他都不可以這麼早上來 九寶就是一隻進步的馬 不過你在四歲系列 跑過第四加了九分 真慘 因為你平分制 但是在同齡馬跑的第四 和在一級賽的第四 是兩件次的 雖然大家是平榜 這裡莫雷拉拔邊的時候 原來跌倒了姜誠 原來 當然他在這場跑 就算他不加了九分 他也要背這個榜 就是蝕掉榜跑 影響不大 不過他是一隻進步的馬 就是在神科看的時候 看看莫雷拉 他轉到右邊的時候 原來那邊跌了跌,很快的修正 對蔡果沒有什麼影響 也是他第二,不會是後面那些 你前面任武行走得挺順暢 這步仍然很開 你看到 這年騎星跑得比較前 你現在跑尾爾的五隻馬 沒有了,他用了力了 看看這個很長的分段時間 頭段26秒43 第段25秒1 第三段25秒77 第四段24秒16 第五段22秒45 末段23秒14 總時間兩分27秒05 很長的分段時間 你已經說了 很長的賽後報告 你可否簡短一點說 很長的賽後報告 先說了 也有問問一隻喜連騎星 大家就會覺得 過往他都要留下來跑 這樣衝好一點 但似乎騎士回來問 那個見解有點不同 因為田太安回來就說 覺得喜連騎星 都是一隻傾向比較均速的馬 所以他就選擇早點發力 雖然就是 轉彎那裡 他已經開始逼了出去三碟 那裡走蝕或蝕多一點 但田太安說 他都覺得馬應該是可以 末段那裡騎下去 是比較貫注一點的 現在騎下去沒有 他覺得都是比較失望一點 回來驗這隻喜連騎星的大門 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至於今天跑完這場賽事之後 好像比平日等了 復榜很久 對 才能復到榜 其實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因為 就是喜連騎星的莫雷拉 和喜連騎星的田太安 他們沒有去到應該去的 這個復榜的位置 因為兩位騎士就搞錯了 他們就自己 他們回來言訊就說 就是他們以為今天就走那些 天熱的特別安排 就走了去下面那個榜那裡 就過榜 但其實他們是 他們是上名的馬來的 一隻跑第二 一隻跑四名 所以頭四名的馬 他們應該回到過榜室 原本的那個榜那裡過榜 他們沒有去到過榜 所以就找到紀錄的時候 他們兩個沒有過到榜 所以就搞了一輪 兩位騎士都是被警告了 他們都要注意回來 都要跑完馬里回來 都要適當來復榜 制度上的問題就是 你怎麼叫做天熱呢 不可以任何人說 有些人說30度才是天熱 有些人說20度就當天熱 那一定有個制度 什麼叫天熱 你可以在下面覆榜 那現在如果今天 馬會沒有說是天熱 你就要去過榜室覆榜 不是開場前已經知道了嗎 他們兩個其實是上名騎士 一個第二、一個第四 對 因為出馬少了 所以他們搞 現在包美的英雄 他們就去了落地馬匹那位覆榜 覆完 覆完的 但是他沒有 在那裡負責的幹事 覆完這隻 他們也沒有留在那裡 另外那兩位騎士 他們走到那裡覆榜 看不到人 又沒有覆到榜 出現這樣的情況 另外提一提 英雄他就善名正發作 所以就怕得比較差 顧腦頂照顧 起連其聲那裡 看怕善名機會都大了 引起